建議說買了這個 我們不想吃的這個瘦肉精美牛之後 再送給其他國家 我想這個事不要去做了 因為你這樣子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台灣立場是什麼 那第二個 那如果其他國家都開始吃美牛了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就開始要吃 所以各政黨立場還是要一致 部長我這邊只是想 有個事情我想再詢問一下 國民黨黨團的那封信 是透過什麼形式 請我們再去WHA的代表團 送去給這個WHO的秘書處 它是什麼方式請你們轉交的 它有行公文嗎 以我的瞭解是 陳委員交給我們日內瓦辦事處的議處長 然後我們議處長就把這封信 確定讓這個WHO的秘書處收到 所以哪位陳移民委員 是的 所以國民黨黨團並沒有行個公文給外交部或衛福部 只是私人的 有沒有 有沒有行文 有沒有公文 沒有正式行文 沒有正式行文就是個人 那你怎麼知道那封信是真的 那可能要問陳委員 不是我覺得這不是陳委員的問題 我這邊不質詢陳委員 我只是在問 對不起我在質詢的是外交部 我要問的是說 像這樣一個事情 而且是跟國際關係有關的 我覺得外交部要慎重 對啦 不能某個委員 其實我們也有林昌作委員去啊 如果林昌作委員寫封信給你 我們一起黨派化 WHO哪知道 這個中國國民黨黨團是什麼身份組織 第二個 陳委員交給你們 是不是真的中國國民黨團的態度 這個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最好要有個公文 第二個 這個 盡量避免 我當然知道你們回立法會會有壓力 所以未來是不是可以要求 外交部建立一個慣例 未來如果各黨團 有這樣的行為啊 要通知立法院 要通知立法院其他黨團 這個是避免你們難做人 可是從外交態度而言 盡量避免這個事 這是沒有外交常識的事情 才會做一個黨團去發這樣的東西 你要讓其他黨團知道這個事情 這個也讓你們可以比較中立 可以嗎 部長可不可以建立這樣的慣例 我想立法院如果願意建立這樣一個成立 對外交部來講是 我們非常歡迎 對啊你們也如釋重負嘛 對不對 你們是對立法院負責 不是對立法院哪個黨團去負責嘛 來下一頁 我們馬總統最近動作很多 這是一個新聞 新新聞說馬總統卸任之後 要在美國成立一個藍色智庫 就是說他任內的國安高層 正積極拉攏一批美國卸任官員 將在美國申請登記成立一個智庫 運作資金有每年的捐款之印 因為DC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外交戰場 這個智庫的成立當然會影響到很多事情 而且他講的成員有第一 馬政府任內第一任外交部長歐鴻煉 這也是外交部之前的部長 還有其他國安會的成員 胡維珍 駐日代表馮濟台 部長 這個有沒有這樣的情資或資訊 我也是看雜誌的報導才知道有這回事 有前總統跑到別的國家的首都去成立智庫去影響 他們對原本國家的 就是他原來國家的這個態度 有這種慣例嗎 以我在華府服務時十多年的經驗 我倒沒有聽說有哪一個國家 由他過去的元首成立這樣的智庫 當然在過去在2000年之後 這個的的確確國親是在那邊有成立 我知道大家有辦事處代表處 民進黨在那邊也有設辦事處 也有設辦事處嘛 就是說各政黨推動政黨外交 在那邊設立各個辦事處 我想這是合情合理 而且是代表政黨的立場 部長我比較擔心的是 在未來智庫 我想DC智庫非常多 你也非常了解 如果我們自己在外交上面 在對外態度上面黨派化 黨團可以發聲明 叫官員去送 街道人因為是官員 所以不清楚你的立場角色是什麼 前總統跑去DC 成立一個智庫 我不清楚他的主題會是什麼 九二共識嗎 還是中各表 一個中國原則 我意思說 這對台灣去推動外交 都是非常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影響不只是對民進黨政府 而是未來 大家怎麼看台灣對外的關係 我想你做一個外交部長 以後也會非常辛苦的 是 這個前總統去那邊演講 前總統在那邊主持智庫 我講重一點 這是國際笑話 這是違反國際慣例 一個總統 作為這個國家過去的元首 去做這樣的事情 是國際笑話 來部長 我想看一下你的報告 是的 請看第五頁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那在裡面你們也講到美國人 就是美國的衛生部長那邊很幫忙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蠻辛苦的 你第五頁第一項講說 我將持續強化與WHO秘書處之工作關係 以致力確保我明106年平順受邀出席第70屆 我們現在好像每年都是在擔心明年的事情 明年的機會如何 為什麼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WHO裡 或是在WHO裡面更積極一些 我們也希望更積極一些 但是呢 我個人在外交部35年的經驗 可以說每一天都是戒慎恐懼 希望這個不至於生變 不至於產生意外的狀況 因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在台灣做外交 是非常的複雜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我們的地位更穩固 我的意思是說 根據WHO議事規則第三次一條規定 WHO會員准會員職位會代表 以及獲得允許與WHO建立合作關係的國際組織 都有權參加大會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intitle去做這個事 我們是有這個right在這裡 那下一頁 那WHO的觀察員 大概分三種 我想部長應該很清楚 這有Statehood 但尚未加入WHO像梵蒂岡 根據聯合國決議的 像巴勒斯坦 我們過去是被視為第三種 存邀來的觀察員 比如說像這些 我們沒辦法更靜靜一點嗎 下一頁 對不起我一分鐘就好 對不起主席 那很不幸他的任期到明年七月 所以明年還是在他手上 未來如果有一個比較友善的幹事長 秘書長 我們會不會比較有機會 也未必 因為講老實話 幹事長他等於也是高級職員 他還是要聽幾個主要大國的意見 那當然這個 這個也都是在國際組織中間的一些慣例 所以我們沒辦法像我們在鋼鐵會議這樣 取得一個更穩定的觀察員的資格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 我們也會盡最大努力往這個方向去走 但是呢以外交部的做法呢 我們一向是戒身恐懼 這個一步一步很謹慎的往前推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我們請陳怡明委員